你知道鵝阿米薩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鵝阿米薩大概20塊左右吧 有人說你不食人真煙火 你不食人真煙火 我不食人 以及海內外的華人僑胞 都歡欣鼓舞地迎接這個值得慶祝的節日 雖然大家依舊面戴口罩 但是臉上的笑意完全無法隱藏 在光輝燦爛的10月裡 大家逐步解封 生活步調也慢慢回到正軌 一切都是國家的恩典 而在過去這一年 我國也寫下了許多值得重溫的經典故事 且聽我們威威道來 首先來看到是今年3月份 所發生的鮭魚改名熱潮 為了效法蔣公逆流而上的精神 許多人不惜用上一生三次的改名額度 也要成為一隻堂堂正正的鮭魚 而這一波鮭魚熱潮 也成為強額有力的大外宣 成功在世界上替中華民國打響知名度 不少國際知名媒體也大幅報道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這位張鮭魚之夢 你就剛剛那邊講 叫叫我班女子 你要跟他們收多少 這擺姿大寶 好啊 你不要再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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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裝得好 大家看看這吃不完的醋飯呢 就這個樣子隨便的堆在桌上 顯示我國風調雨順 物產豐饒 國富民強 因此無需珍惜唾手可得的盤中孫 令人遺憾的是 大家想珍惜的人事物卻已經消失殆盡 經常批評香港亏裂政權 以及對岸非法政權的香港蘋果日報 遭到赤匪無情打壓 不只逮捕公司高層 還將資金凍結 讓香港蘋果不得不在六月底 無奈地吹響洗燈號 插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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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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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濟主席 共濟還共濟 在赤匪的步步進逼之下 香港災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小 許多人為了下一代 必須咬牙離開家鄉 逃離特別淪陷區 有不少香港災胞 選擇投靠台灣自由地區 回歸自由祖國的懷抱 而說到祖國 我達中華民國在今年舉辦的 2020東京奧運可說是 威名遠駁 除了傳統的四支分隊 中華台北 中華大陸 中華香港 和中華蒙古之外 俄羅斯在本屆奧運 也用ROC的名義參賽 成為中華民國的最新勝利軍 而台灣自由地區的獎牌數 更是拿下了破紀錄的 二金四銀六桶 合計全國五支分隊之後的成績以後 中華民國也毫不意外的 成為世界總冠軍 五國體育精英的精彩表現 不只讓島內民眾天天揪著心收看比賽 甚至還在頒獎台上透過比賽成績 教訓赤匪 看完過去的豐工偉業 接下來要一起來展望未來 中華民國的未來是無比光明 從我們平穩的物價水準就能略至一二 本月7號 國瑜黨立委羅明才在立法院當中 質詢負責統計物價指數的主棄處時 有了突破性的發現 你知道蚵仔米線現在一萬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蚵仔米線 蚵仔米線大概20塊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知道米價 吃蚵仔米線不知道蚵仔米線要價錢 現在小毛也35塊50塊 那大小碗 主記長脫口這番言論後 許多市井小名才驚覺 原來自己一直以來都是買到昂貴的客子面線 於是開始瘋狂敲碗 要求主記長公布店家名稱 才能前往朝生 不過根據本台獨家調閱之後發現 主記長應該是記錯了 如果不是主記長記錯 那就是老闆記錯價錢 總之有人記錯了 沒錯 20元也許是一碗雞絲麵 也許是兩顆龍眼乾 也許是幾維克的K他呢 好了 是的 沒想到還是有刁民大罵主記長不食人間煙火 不過主記長依舊老神在在 展現高EQ回應三名 有人說你不食人間煙火 沒有錯不食人間煙火指的是不吃煙不借火 顯然主記長對於自己不食人間煙火感到十分自豪 才會對外強調自己不抽煙 有這種以身作責的官員是國家的福氣 同樣身為人民表率的還有身陷罷免風波的激進黨立法委員陳柏惟 最近陳柏惟的名字被發現出現在2011的賭博罪判決上 陳柏惟只好出面澄清 當天就是在電子遊艺場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去那邊打電動 那你有的時候會玩一個搖桿六個按鈕的快打旋風 有的時候就會去玩一些什麼 把它逮猜看哪一邊 那當天的情況是因為有一些人 他們發生了賭博的事實 而警察臨檢的時候把整棟大樓都叫去 那所以我是在裡面做筆錄之後不起訴 然後列為證人身份 然後做這個證言 那不代表我有賭博啊 看來是一場誤會 陳柏惟委員是證人 沒有賭博 可惜還是有吃飽太鹹的刁民去翻出判決 文中指出 客人陳柏惟與警巡時政稱 查獲當天戲把玩賓果星球電子遊戲機台 先開分再壓分把玩 連線就得分比例為1比3 即1000元可換3000分 當日已經輸1000元 十分離譜 哪一家電子遊樂場的快打旋風 居然會輸1000塊 應該馬上退錢給陳柏惟才是 沒有錯 沒有賭博就輸了1000元 那麼有賭博還得了呢 不過除了翻出10年前的判決 擅長翻舊賬的國瑜黨也翻出陳柏惟這幾年的財產記錄 連勝文辦公室前發言人錢鎮宇質疑 陳柏惟當初參選時沒有存款 為什麼擔任立委的第一年才做沒幾個月 存款就從0元暴增到441萬 錢鎮宇會提出這樣的質疑也是情有可原 畢竟連勝文在民國103年時的申報資料 就有大約1億4千萬元的財產 至於陳柏惟之前的對手 嚴寬恒在107年的申報資料 光是存款的部分就至少有8500萬 反觀陳柏惟的400多萬表示他除了立委的薪水 和選舉補助款之外幾乎沒有額外累積的財富 堂堂一個政治人物居然如此窮酸 顯示這樣的立委毫無實力 連怎麼賺錢都不會更遑論要為地方帶來建設 也難怪會惹人厭 像這種愛玩快打旋風玩到書前 又不懂得累積財富的立法委員 還應該讓他繼續留任嗎 值得國人同胞深思受虑 這次的罷免案將在本月23號舉行投票 請嚴世大烏龍選區的選民 不要忘記履行公民的職責 而國與黨除了擅長翻找歷史文件 也擅長促進黨內的團結 這一輪上任國與黨主席之後 馬上將重要的秘書長職位 托付給前台東縣長黃建廷 但是黃建廷曾經被民進黨提名為監察院副院長 也一度和郭董搭檔挑戰總統大選 這樣的背景讓許多黨內基層非常不滿 甚至傳出台北市議員徐巧鑫 祈禱退出黨務群組 太壞壞了而已 寫到我好像我還以為我自己退黨了 沒有這麼嚴重 那是因為不滿人是嗎 非常滿意 聽到沒有非常滿意 雖然徐巧鑫對於這項安排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他的新生朱主席也聽到了 主席那有跟巧新聯絡過了嗎 這個應該隨時自己人都隨時LINE嘛 但是他電話好像如果不太好的話 我送他一支新的手機好了 不過就算拿到新手機 沒有電也沒有用 我們接著把鏡頭轉往正在大規模限電的 大陸淪陷主災區 適逢淪陷區匪沁假期 許多災包假車出遊 但是車流過大造成了嚴重的塞車狀況 車陣裡的小粉紅也沒閒著 乾脆拿起五星匪旗 站上車頂唱起歌來 如果沒有共產黨 沒有選中國 沒有共產黨 你先跳過 沒有選中國 再放人 再放人 再放我 再放人 再放人 如果沒有共產黨 沒有選中國 啊 誤會了 原來只是山寨版拉拉鏈 拉到爛的拍攝現場 原來如此 我還以為這個 災包們的交通安全觀念 怎麼會這麼的差呢 居然在隧道裡頭 下車拍照 錄影 唱歌 幸好這只是 誤會一場 新聞最後 要來關心我國的國慶慶祝活動 即日起到10月17號 眼球福利社推出 宣揚國威商品全面八八折的活動 現在就購買雙十國慶 燙不貼 將你的愛國心 烙印在每個角落 另外還有眼球經典帽梯 搭配言論自由梯 或者柚子口袋梯的現實優惠 冷暖皆宜 1350就能打包帶回家 全管消費滿799元 還能加價購買 言論自由繁布袋 現在就點擊影片下方的 眼球福利社連結選購 成為驕傲的中華兒女 好 那麼以上就是 今天的新聞聯播節目 更多新聞 您還可以訂閱央視的 YouTube頻道 當然也歡迎你 一起來追蹤央視的IG帳號 或是加入本台的 YouTube會員 一起來壯大官媒 包括Facebook 及Twitter帳號 都歡迎大家 一起來追蹤 沒有訂閱本頻道 那麼你剛剛所領到的 五倍券 就會不翼而飛 還沒領的 就會永遠無法登記 我們再會 Zither Harp